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亚平代表中国科学院对姑苏实验室的成立表示祝贺 他说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中科院愿意与苏州市继续携手合作 统筹谋划支持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建设 合力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共建重大科学设施和研发平台 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供创新测源动力 蓝少敏在致辞中说 举办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成立大会 生动体现了苏州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危机中预心机 于变局中开新局 这一重要指示的使命担当 充分彰显了苏州以开放推进创新发展 提升科技创新测源功能的坚定决心 开放是苏州的第一标识 创新是苏州的第一动能 国家实验室是国家自主创新能力 和竞争力的核心载体 是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的核心力量 我们建设孤苏实验室 最终目标就是建成国家实验室 蓝少敏指出 建设孤苏实验室 是推动苏州转型升级的当务之急 是支撑苏州未来发展的战略之举 是保持苏州率先领先的制胜之道 蓝少敏相调 要探索最灵活的体制机制 深化研究一加四加N发展模式 创出一条对苏州最合适 最管用 最能够激发调动积极性 创造性的好路子 要聚焦最前沿的研究领域 重点研究自主可控的集成芯片 实现进口替代和超越 提升生物医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 打造中国药股 治理材料循环再生 提效降牌等研究 实现新能源高效利用和能源结构转型 要营造最优质的发展环境 全力做好相关政策配套 建设保障 人才服务 项目落户等工作 着力为孤苏实验室的成长 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政务环境和法治环境 蓝少敏强调 我们要瞄准建设国家实验室的目标 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峰 要成为引人聚才的新高地 力争用五年时间 集聚一千名以上高端创新人才 要成为协同创新的新标杆 最大限度整合各方资源 加速全球材料科学领域优势资源的红锡 深化与国内外顶级科研机构 大学企业的功能互补 良性互动 实现创新生态系统的规模效益 要成为产业生态的新支点 公苏实验室追求顶天立地发展 即瞄准世界和国家材料科学领域前沿的重大科学问题 由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地方制造业发展的重大需求 其实把创新资源的密度转化为创新经济的程度 现场中科院与苏州市签署新一轮五年合作协议 苏州市政府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共同建设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进行合作签约 孤苏实验室与国内知名高校行业龙头企业合作签约 孤苏实验室将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产业发展需求 凝练重量级公关项目面向全球接绑挂帅 今天首批重大科研公关项目发布 会前 与会同志参观了纳米真空互联实验室装置和 孤苏实验室展厅 市领导黄爱勋 吴静文 于静楠 陆春云 王竹铭 市政府秘书长周伟 各市区 及市各有关部门 主要负责同志 在苏高校 科研机构和材料领域企业代表党 参加会议 今天 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蓝绍敏会见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书哥群一行 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亚平参加会见 蓝绍敏对书哥群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 他说 苏州制造业基础雄厚 苏州下一步的转型升级 增强创新资源 要向源头去挖掘 我们从材料领域去推动更大科技平台载体建设 开放式的吸引更多高层次科技人才 从而实现以创新来驱动制造 在姑苏实验室的筹建阶段 我们得到了市场最大的响应 知名高校行业龙头企业的积极回应 让我们信心倍增 非常感谢中科大的重视与支持 期待中科大最优质的院校资源 和苏州最有活力的创新土壤 有效结合 携手并进 把姑苏实验室打造成为 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新型研究机构 书哥群对姑苏实验室的成立表示祝贺 希望发挥中科大在化学材料方面优势 以高等研究院的建设为契机 推动苏州在材料 人工智能 大数据等领域形成产业优势 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的支持 中科大领导朱长飞 杨金龙 杜江峰 苏州市领导吴庆文 于姓楠 陆春云参加会见 规划投资200亿元 以做城市的名义打造一个实验室 姑苏实验室从筹建之初就注定与众不同 在产业竞争白热化的今天 苏州在创新源头打基础立场圆 彰显了这座七年古城 面向未来的战略眼光和胆识魄力 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看这个名字 其实就定义了这个实验室的研究对象 那就是材料 产业升级材料先行 在这个不大的展厅里面 我可以先给大家做个剧透 大家看我展柜里 这个薄层石墨烯粉墨 其实用在新能源气球电池领域 它可以把传统的锂电池充放电速度 提升5到6倍 而它后面这个纳米级的气凝胶材料 它可以大幅地降低物体的红外透射率 简而言之 材料包罗万象 既影响着你我的生活 也决定着未来世界的模样 应该说所谓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我认为第一卡就在材料 没有材料就做不出来 建设这个材料科学 部署实验室 是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 江苏是材料需求和制造大省 新材料产业规模约赚全国15% 而苏州在全省的比重高达20% 化合物半导体功能纤维等研究领域更是领跑全国 建设材料科学 估苏实验室可谓恰逢其时 各行各业跟材料都是密切相关的 电子信息材料里边 这个第三代半导体啦等等 这些东西在园区 比如说我们基础很好 所以材料科学可以带动众多的行业 所以把材料科学作为估苏实验室的重点 应该是基于这些考虑 基础研究原始创新 主要依托大学和重点实验室 相比于周边上海南京等城市 苏州受制于城市能级 科创资源一直是短板 建设沟苏实验室 不仅有望补齐苏州的创新短板 给产业赋能为未来储能 更将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突破 力求实现弯道超车 这个实验室的建设 我想对于汇聚人才 能够促进原始的源头的创新 发挥重要的作用 另外它在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通过跟企业的一些合作 企业的加入 那么直接了解它的需求 让我们的成果研发的精准度 更加的靠 古苏实验室将建立有别于 传统国家实验室的全新管理架构 创新实践主建和主战 相结合的举阵式管理 最大限度激发高层次人才的 创新团队的积极性 全力打造最优创新生态 主战有点像我们部队里面的 各个军兵种 那么主战有点更像我们战区 那么我们根据一个作战任务 来选择不同的团队进行公关 当公关结束以后 我们各个部队还会规见 回到主战的队伍里面 然后进行下一个项目的研究 这样能够形成一个流动的 而不是一个固化的一个项目组 新模式 新机制 孤苏实验室计划通过 五年左右的一期建设 集聚1000名以上的科研技术际管理人才 建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 材料研发等公共平台 通过二期建设 到2030年 骨干人员规模达到3000名以上 涌现出一批标志性的原创成果 力争基深世界一流材料实验室行列 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科技创新测源地 会议指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 和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聚焦两个不放松和务必整出成效的总要求 持续抓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各项任务 确保整出成效见到实效 会议要求进一步深化问题整改 高度重视督导族反馈的问题 严格做到保质保量按时整改到位 在此基础上 要加强监督问校 将问题隐患整改进展情况 全部纳入安全生产问题处置监管平台 要进一步压实基层责任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 会议强调 要进一步狠抓当前重点 抓好微化品安全生产三年提升行动方案落实 对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开展许可回头看 对条件不达标的立即停产 限期整改 要紧盯重点行业领域 深入管控各类安全风险 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度下安全度讯 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 苏州市政策讯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方案 会议还集中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发点 审议研究了其他事项 今天省政府在南通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了明天即将开通的 护苏通铁路和护苏通长江工地大桥的相关情况 大桥建设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明天上午 护苏通长江工铁大桥将举行接派仪式 这是世界上首座主跨超千米的工铁两用谢拉桥 也是集合高速公路 客户混线铁路 高速铁路的三合一过江通道 护苏通长江工铁大桥将有效连通长江两岸发达的高速公路网 缓解苏通长江大桥将因长江大桥的运输压力 与此同时 护苏通铁路明天也将开通运营 届时 南通和上海将双向对开首发列车 目前 护苏通铁路已经公布了时刻表和票价 并开始对外售票 从上海到泰仓 二等座票价最低18元 从上海到长熟 二等座票价最低33元 从上海到张家港 二等座票价最低38元 护苏通铁路开通运营的初期 我们对列车开行方案做了精心的安排 按照日常线 周末线 高峰线 安排列车开行 每日开行旅客列车 最高44.5对 开行货物列车6对 尽最大努力来方便沿线广大人民群众出行 这条铁路的建成通车 接触了张家港 长所 泰仓 三个北墙线 地无寸体的历史 显著 遍丽了 苏中 苏北地区 与上海市的沟通联系 苏南沿江 苏中 苏北地区 均进入上海 一到两小时都市圈 今年4月 苏州制顶出台 对标找叉 再盘新高 常态化机制实施办法 对标全国19个重点城市 特别是GDP超万亿级城市 共制顶赶超计划519下 明确具体举措1068下 这些计划落实情况如何呢 人工智能机器人 是智慧汽车的大脑 也是苏州制造业的最猛表情包 伪创立公司落地苏州后 14年时间 从制造电子主板 到智慧家居 再到智能汽车 每一次增资 都伴随着苏州 高质量转型的叠变 这整个过程都是非常高效的 苏州政府服务水平 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营商环境最优 带动了投资最热 上半年 苏州实际使用外资 工业投资 重点项目投资 开工率等 都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89家市级机关单位的 237项工作 在全省全国首创唯一 或试点示范率先领先 10个板块 你追我赶 77项工作 全省全国领跑 会就出一幅群虎争雄 十全十美的奋斗画卷 做到有效的投入 一点都不能松 有竞争力的项目 一个都不能放 有希望的投资意向 一个都不能让 用逐用逃 我们的政治手段 将最难处攻坚 超最好顺努力 对标语 容易增低 穿回音 加压再加压 赶超再赶超 跟最强的拼 与最快的赛 跳一跳去拼墙 逼一逼去实现 一种坐不住的紧迫感 呼之欲出 响亮的罗声 敲响了苏州创新发展 产业转型的澎湃决心 截至6月底 苏州今年已经有 11家公司名罗上市 牢牢抓住GDP 财政收入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等40个关键指标 截至5月底 苏州实际使用外资 实现历史最高增幅 工业投资 强劲增长27.8% 高于全国各主要城市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和进出口总额 稳步回升 363个省市重点项目 年度投资完成率 46.34% 开工率72.67% 各项关键指标 逆势而上 奇稳向好 对标最强 更要对标最美 今年 苏州要再建设 10个康居特色村 和350个三星级康居乡村 垃圾分类了 空气更好了 水质更清了 一幅山清水秀 安居乐业的小康画卷 正徐徐铺开 多美的景色 怎么不来啊 千方百计谋发展 扑下身子抓落实 三月份以来 市级机关已有 七名一把手 和43名班子成员 以普通群众 市场主体的身份 深入一线 打造苏州最舒心 党建最暖心 红色营商服务品牌 推出33大类 139项政策大礼包 助推发展项目 1263个 解决实际困难 2734个 用挡建温度 助燃发展热度 上半年 市级157项赶超计划 排定492项工作措施 已完成470项 完成率95.5% 新增23项工作 有序完成 年初排定的 128项服务流程优化计划 已完成91项 感为天下先 争第一 创为一 一句铿锵誓言 激发着苏州干部 越是艰险 越向前的意志 和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气势 牢记初心使命 弘扬三大法宝 一往无前 追求最优目标 苏州 必将在争先进位 比学赶超的浓郁氛围中 交出高质量发展 排头兵的 时代打卷 近年来 苏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一批世界500强跨国企业 相继在苏设立总部 今天 松下空调设备 中国有限公司总部大楼 在园区电机 市委常委 园区党工委书记 吴静文 为项目赔土电机 项目总投资 1亿元人民币 共介绍5层 办公面积 约1万平方米 计划明年完工 松下空调设备 将在现有商用空调的 基础上 逐步将新丰系统 铸建相关等产品的销售 整合到苏州 松下集团 自1994年开始 先后在苏州 投资了12个项目 投资总额约30亿元 苏州有非常好的 投资营商环境 而且苏州到中国各地的交通 也很便捷 在外贸方面也很突出 所以最终我们选择 在苏州设立销售总部 目前 园区拥有 经各级认定的 总部企业95家 总部企业数量 占全省近20% 占全市近30% 位列省市第一 近日 园区出台来 促进总部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以更优环境 更大力度 支持促进总部经济 高端化 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 今天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市地方置办公室 和苏州银行党委 签署党建合作协议 市委常委秘书长于姓南 副市长王阳出席 并为文心书架 近百家活动 启动揭幕 于姓南希望三家单位 切实加强合作 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作用 努力推动全市四史学习教育 取得更好成效 为苏州再创一个激情燃烧 干世创业的火红年代 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据了解 1945年抗战胜利后 苏州地下党组织 带领进步青年师生 创办的文心图书馆 是中共苏州地下党活动的 重要场所 引导了众多有志青年 走上了革命道路 为更好的传承 文心图书馆的红色基因 书架起名为文心 首批将设在 苏州银行的60个网点 我们将整合三方资源 将党史红色文化 和地情文化送进机关 企事业单位 学校 街道和社区 为开展四史学习教育活动 发挥积极作用 今天 总投资766.3亿元的 140个项目 在苏州高新区 集中签约和开工竣工 项目涵盖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 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 党战略新兴领域 新区给我们一个 最大的感受就是 就有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 还有比较亲民的 亲企业的服务态度 所以我们就选择 在高新区要长期扎根 据统计 今年1至5月 苏州高新区 新增外资项目33个 实际使用外资 6.23亿美元 增长147.2% 今天 相城生命科技港 正式开工建设 生命科技港 位于相城生物医药 国际研发社区核心地段 初期规划用地300亩 计划6年内 分期完成建设 一期预计2022年竣工 主要是生物医药的研发 体外诊断试剂的研发 医学引线 等整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 6年内会引进 上百家研发 孵化 以及产业化的项目 今天 共有29个生物医药产业 和基金项目 完成现场签约 总投资71.45亿元 明天起 江苏厂促进 政务服务便利化条例 将正式实施 进一步优化提升 政务服务质量 放大放管服务改革成效 上午 在市区的这家运输企业 经办人滕先生 通过在线平台 顺畅地办理好了 新车更新业务 本来嘛就是要到颗粒皮 要来回去跑 纸质的东西 那么现在只要把材料 在网上直接递交就可以了 而在审批服务后台 系统会对相关材料 进行大数据比对审核 符合条件地 立即完成审批 条例明确提出 行政机关在办理 政务服务事项过程中 应当运用数字化 信息化 智能化手段 优化办理流程 简化办理环节 减少申请材料 缩短办理实现 最大程度方便企业和群众 办事创业 条例还明确 合法合规的事项 要求马上办 符合法定受理条件 申报材料齐全的一次办 对需要现场勘验 技术审查 听证论证的 则及时安排 且限时办解 减少企业和群众等候时间 在服务便利化方面 将办理社会救助 等与群众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的事项 延伸到乡镇街道 村社区 实现就近能办 多点可办 少跑快办 在不见面审批改革方面 我们想进一步 推进的力度加大 第二个呢 是围绕着我们 企业群众眼中的一件事 更好的我们 推进的基层服务 第三个呢 我们更好的呢 推进我们 审批服务的 综合窗口的 这个建设 为满足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 电力需求 供电部门 启动了打通 电力断头路工厂 今天 示范区 互 苏 浙 三地 配电网 实现互联互通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 高空作业 中午11点左右 无将 加善两地 供电作业人员 协同完成了 最后一段 电力线路的 搭接工作 至此 无将至加善 时间服配电网 顺理实现 跨省互通 那么这家如果那边没电 我江苏也可以供过去 那么我江苏这边 如果电网检修没电 那么这家也可以供过来 一百多户的这个企业 和我们 大概五六百户的这个居民 可以实现一个 一个跨省的一个互联互通 去年 无将至清浦 清浦至加善 两条时间服配电网 互联线路 已建成贯通 今天 无将至加善 时间服配电网 互联线路贯通后 示范区内 两区一线 跨省电网 实现了 互记互报 互联互通 互攻互背 我们通过优化 各区域电网的立体联络 率先实现 跨区域配电网 互联互通 助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下一步 三地供电部门 将进一步推进 跨区域电网纵深融合 助力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旅实施 和示范区建设 下面 来看一组简讯 今天 市总工会 市卫健委 举行首批 疫情防控 医务人员 疗修养活动 启动一试 50名疫情防控 医务人员 将赴长州天幕湖 进行围棄 五天的疗修养 今天 劳记初心使命攀新高 进行女排精神 再出发 体育文化展开幕 本次展览 通过40余件 实物 其他两历史图片 和文字 展现了1976年 至2016年间 中国女排的 奋斗历程 和时代精神 展览将一直 持续到7月5号 今天 苏州启动零酒驾 创建活动 首批酒驾 劝劫员上岗 活动还将通过 设立酒驾 劝导站 加大查处力度 促进全社会 形成拒绝酒驾 文明出行的浓厚氛围 好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收看 再见